不能吃啊 这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平时累了就爱嚼一颗提提神 特别有用 再说冰朗可是纯天然之物 比香烟什么的健康多了 你觉得精神是因为冰朗里含有的生物碱 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精神紧张 提神醒脑 感到兴奋和满足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不让吃啊 这样的兴奋和满足 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生物碱会让你上瘾 变得越来越离不开 而且咀嚼冰朗会损伤口腔粘膜 经常吃冰朗也会容易导致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嘛 过两天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远远不止这样啊 冰朗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致癌物清单 列为一类致癌物 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你难道想以后把脸割掉来报命吗 我不要疼癌症 我不要割脸 我再也不吃冰朗了 可比老王家的香春好香啊 悄悄摘点回去炒鸡蛋 昨儿买的香春还剩一点 一起炒 已经要算了 要命啊 我花大价钱买的 咋要命了 有毒啊 别咋乱喷人呢你 不讲武德啊 没喷你 我们香春发芽初期的硝酸盐含量较低 越长大硝酸盐含量越多 香春越嫩越好 将来储藏中产生的亚硝酸盐也越少 你这亚硝酸盐可多了 正眼说瞎话 这致癌的东西我咋会有 香春摘下来要立刻使用 你这买回来的经过长时间运输 亚硝酸盐含量已经上升了 瞧你这叶子 一碰就掉 亚硝酸盐可多了 看来我的毒素已经侵入五脏六腑了 还是扔掉吧 开始炒香春鸡蛋 找啥鸡啊 我得先焯水才能炒 焯水都老了 我要吃嫩的 焯水可以去掉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这样更健康啊 好的 记住了 吃香春一定要先焯水 这些东西你要拿去扔掉吗 是啊 都是一些厨余垃圾 也没什么用了 那多浪费啊 这么多骨头拿来给我做花肥多好 吃剩的骨头还能用来做花肥 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一个亿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仅能做而且超级简单 我就勉为其难教教你吧 明明是你自己有求于人居然还这么趾高气昂我看我还是拿去扔掉好了 别啊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你快说说应该怎么做 首先把骨头装进高压锅里蒸三十分钟然后敲碎 都放进高压锅里蒸那么久了 这骨头敲起来怎么还是这么费劲 钱麻烦你给我去买脱脂骨粉呗 花店里有现成的 算了吧我可没钱 然后要怎么办 把骨头蟹和河沙按三比一的比例 拌匀放进花盆底部 最后在上面垫一层土就完成了 我感觉我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停停停你这是干嘛 你问问这问感觉都变质了 不扔留着还有啥用啊 怎么败家用我做个盆景美化一下环境不是更好 月子还能做盆景怕不是糊弄我吧 听歌的歌不骗人 首先你先把我外部的硬壳去掉 用水泡一晚上 当心失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的自分袋 里面装上一杯水 再把我放进去 你想憋死我 你不知道留个透气孔啊 哼 你不早说 终于透气孔朝上啊 这样我才好发芽生根啊 能不能别大喘气 一次说完不行啊 其他没了 把我放在温暖的地方 等我满满发育吧 我真发芽生根了 再然后咋弄啊 你个人类还不如我一个椰子啊 喷哉喷哉 没喷能行吗 赶紧把我移栽到合适的盆里啊 对对对 还别说 这椰子喷哉看着还真不赖啊 感觉又剩了一大笔啊 嗨 老兄 你好了 哇 这么大一片株林 应该已经长在这里很久了吧 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你看你就是个宅男 我都已经到这里来三年了 你居然不认识我 才三年 你看起来像至少长了三十年了 我长得快着呢 一天就可能长高一米 可不像有些树 多少年都不长个 肯定是营养不良 你难道不也是树吗 别看我长得高就乱说啊 我可是治尔八经的核本科植物 是草 别的不好意思承认呀 你虽然比一般的树细一些 那也不能说自己是草啊 你怎么还不信啊 他们树都是有年轮的 我身体里面全是空的不说 而且一开花我就要毒死了 不对啊 那竹笋是哪来的 竹笋又不是我身上长的 它是我结的竹泥 掉在地上才重新长出来的 不过我听说我有个亲戚 离竹会结果 你可以去找他聊聊 快别玩了 把你那游戏暂停一下 先吃饭 哎呀 记什么 等会我就吃饭 你懂什么 饭菜就是要趁热吃 不仅味道更美 而且暖胃又暖心 快吃 这 这也实在太烫了 等凉了 里面肯定全是细菌 吃了会拉肚子的 你看 这上面说 正常口腔食管耐受的最高温度 为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 而刚出锅的饭菜 温度是体温的两到三倍左右 过高温度不仅会损伤口腔 还会烫伤食管黏膜 这肯定是瞎编的 不然我吃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那是因为受伤的食管黏膜 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唉 那不就是没事吗 虽然可以自我修复 但如果反复进食过热的食物 会使破损的食道黏膜 不能及时预和 慢慢的还可能演变成食道癌 癌 那我们以后还是等饭菜放凉了再吃吧 过热的饭菜对牙龈和牙齿也有害处 才会引起过敏性牙痛和牙齦溃烂呢 再合适的温度慢慢吃就行了 否则对身体造成伤害 反而得不偿失 新买的水仙花 真是又香又好看 先在这里放两天吧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是那么美 这是什么东西 以前在家好像没见过 闻起来倒是不错 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你懂什么 居然还想着吃我 在中国 我是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在西方 我也是神话里的美男子变成的 和你这种俗气的家猫是不一样的 你说谁是土包子 谁俗气啊 我在这个家待的时间 可比你长得多 你走开 我完美的脸 救命 救命啊 活该 我可是全身上下都有毒的 物食轻折恶心呕吐 严重的还会发生痉挪麻痹 甚至危及生命 有毒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以后再也不乱咬东西了 这花怎么变成这样了 忘记水仙有毒了 看来下次不能放在屋子里 还要防止被猫误食才行啊 南瓜 西瓜 东瓜 怎么没有北瓜 谁说没有 我就是北瓜 你 我认识你 你不是 你а 我没为你 帮子 我 你 我 那个 那个 那么 什么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